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大蒜这样煲半分钟不要就可以煲一头,太实用了 大蒜是我们家经常能够用到的调味品 也是许多人喜欢吃的配菜 很多用大蒜做的菜肴也都非常的受欢迎 比如蒜蓉茄子,蒜蓉生蚝等等 需要大量的蒜调味 在烧烤店里,大蒜还可以烤着吃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蒜包皮 可是每次包大蒜时都让我们很烦恼 橙蒜很容易剥皮,有些新蒜很难剥皮 不仅包得满,而且包多了手指甲还会弄得很痛 一直为大蒜包皮而苦恼,觉得很麻烦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大蒜去皮的小妙招 教你几种方法,这样轻松包蒜皮又快又省事 不要为大蒜剥皮而烦恼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第一种方法,把大蒜掰成一半一半的 现在分享的是手捏大蒜 这个方法需要手筋搭一点才行 拿一半大蒜用手捏住两头 用力向中间挤压 蒜皮就会和大蒜分离了 在顺着裂缝一丝,蒜皮就剥掉了,很干净 对于剥大蒜,我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剥过大蒜的人都知道,指甲都抠疼了 有时还剥不开一头蒜,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 特别是急着做菜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所以这么实用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学会 方法二 取起半大蒜放入大碗中 加入少许的温水 把大蒜浸泡五分钟 其实有时候只需要一碗水 蒜皮就自动剥落还好不费力 五分钟后就可以开始剥皮了 这里最好是泡在稍微热一点的温水里面 大蒜在温水中浸泡过后 大蒜皮已经肿胀,会自动脱落 所以轻轻一扒就剥落,确实很方便了 其实这是因为大蒜皮在水中 会不断地接受水分支软化 大蒜与大蒜皮之间就会产生分子摩擦而分离 感觉比第一种方法更实用了 这种剥蒜的方法还是比较省时省力 而且呢还好用 不管是量多量少 都能用这种方法哦 方法三 如果说大家还是想用手直接去皮 那么大家可以用刀具 将这个蒜的根部直接平切掉就行了 这样没有根部固定住表皮 去皮就会更加的简单 更加容易撕掉 也不会弄伤手指甲 不过这种方法稍微有点慢 但是手不会很疼 也非常容易操作 这个方法也简单 可以试试到 方法四 找一个干净的矿泉水瓶子 一定要注意瓶子不要有任何的异味和杂质 把盖子取下来 然后将掰成半的大蒜全部塞进矿泉水瓶中 蒜瓣的多少不能超过半瓶 如果蒜瓣比较多 可以换一个大一些的瓶子 然后盖上盖子 拿起来瓶子上下使劲的摇晃大约一分钟 摇晃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蒜皮不断的掉落 就像这样 可以看清楚吗 感觉再来半分钟也就差不多了 使劲摇晃结束后 蒜皮大部分和大蒜分离开了 用这个方法去皮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用力摇晃塑料瓶的时候 大蒜和塑料瓶里面的瓶壁产生撞击力 从而使大蒜皮能够快速的脱落 先把大蒜倒出来 使用的时候挑出来干净的大蒜就可以了 这个剥大蒜的过程还是很快速的 虽然大蒜表面会有一些磕碰的痕迹 但完全不影响烹饪和食用的 就算有少许蒜皮没掉的 用手轻轻一撕也就全不下来了 这种方法对比较干净的老蒜效果比较好 新蒜需要晃动的时间会加长一些 不过也都很简单 如果蒜比较多 又不怕声音大 可以换成两个不锈钢盆子 把大蒜放在中间 扣在一起使劲摇晃 剥蒜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矿泉水的瓶子是塑料的 有些软 这种剥蒜的方式是用不断的碰撞 把蒜皮碰掉 非常实用 这几个剥大蒜的方法很不错吧 学会了不管你要剥多少的蒜 都非常的轻松呢 赶快把这些妙招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